《寧波邦》 他們是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開創者 他們創造了一百多個中國第一 他們向海而行走向世界 他們家國至上 敢為人先 他們有著同一張名片《寧波邦》 這是寧波商人最早參與外貿的工具 《洋晶幫英語》 如今的寧波本地人 讀起來總是透著一股 雖然陌生 但又說不上來的親切感 而在一百多年前 這就是寧波人發明的 最洋氣的英語《洪寶書》 這本靜靜躺在寧波邦博物館裡的 《音話註解》 就是在《洋晶幫英語》的基礎上 由寧波人自己編著的第一本英語教材 當時很多在上海叱咤風雲的寧波商人 都是由這本書開啟了經商之路 原來寧波跟上海之間的關係 是寧波為族 上海為府的 但是無口通商以後呢 倒過來了 上海因為金江帶海 旁邊就是長江嘛 而且他們有租界 原來一直做生意的寧波人 就是意識到上海的十里洋長 要比寧波更容易做生意 所以就有意識地離開寧波跑到上海 隨著19世紀40年代上海的開步 寧波和上海之間出現了一條 充滿生機和商機的海上紐帶 大批嗅覺靈敏的寧波幫商人 到上海謀生 由此創造了100多個中國第一 第一艘商業輪船 第一家日用化工廠 第一家商業銀行 第一家華商證券交易所 第一家房地產公司 像當時上海的煤炭大王 出租車大王 火柴大王 都是寧波人 這裡邊成立了許多 創造中國第一的這些人 像這裡邊有一個胡錫原 他小時候從這裡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就看到那個有電燈 當時這個電燈啊什麼 全部由外國人壟斷的 他後來就是第一個燈泡被他造出來了 不但造出來了 而且後來就辦廠 西方的銀行這個行業進來以後 又是最早我們介入進去的 像是最早的一個叫做中國通商銀行 那成立的時候我們進去 而且掌握了一個主導權 對於上海 對於天津 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上海港的開步史 離不開寧波邦這三個字 而近大半個世紀的香港的騰飛 也和寧波邦息息相關 從上海到香港 寧波人與中國兩顆東方明珠的崛起 和繁華緊密相連 這部電車也是香港人都知道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電池公司 以前是鮑魚缸先生 集團旗下的一家公司的 包括香港的天津碼頭電視公司 以前也是外公的公司旗下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 包文俊是世界船王鮑魚缸的外孫 眼前這棟建築是鮑魚缸 設在中國香港的環球輪船代理公司 這個是我外公鮑魚缸先生 在1955年成立的船運公司 那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有一艘30萬噸的郵輪 然後這個就我們為什麼放在這裡呢 因為這艘船 就我們命名的是BW Bohemia Bohemia是紫禁花 是香港的式花 那命名的這艘船 也是紀念包一剛先生 在香港回歸所做出的公銜 1976年一張華人面孔 登上美國新聞週刊封面 標題是King of the Sea 這位被冠以世界船王稱號的人 正是環球航運集團的創辦人 包玉剛 1981年 包玉剛船隊的總噸位 高達2100萬噸 已經超過了美國 和前蘇聯所屬船隊的總和 這位世界文明的華人船王 也是後來促成香港順利回歸的 重要推手之一 他在香港回歸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又是跟鄧小平熟悉的 又是跟英國時任首相的 撒切夫人都很熟悉的 所以很多方面呢 她是能夠私下地 去跟這個兩國的領導去交流 而且她是以私人名義地 請撒切夫人到上海來的 當年做一條新船的秘密嘉賓的 可以說是非官方的民間的大事 在這群移居香港的寧波邦商人中 還有世界傳網董浩雲 香港影視巨子邵逸夫 世界最大的毛紡生產商曹光彪 香港及東南亞紡織 印染葉龍頭老大安子介等等 以寧波邦為代表的老一輩浙商 串聯起浙港兩地 一個多世紀的經貿往來 如今寧波與香港 繼續譜寫輝煌的雙成績 2023年6月27日 由寧波政府和香港貿易發展局 共同主辦的 《2023永港經濟合作論壇》 在香港舉行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致辭時表示 在兩地政府和企業的共同努力下 永港將繼續深化交流合作 促進共同發展 共同繁榮 共同進步 香港將繼續發揮好國際化優勢 與寧波携手提升核心競爭力 寧波和香港 同樣擁有世界大型港口的紀元 在航運物流方面 具備充分條件 聘船出海 為國家的高機能發展 和高水平對外開放 做出更大貢獻 寧波和香港的合作 和寧波遠遠流長 2002年 首屆永港經濟合作論壇 在寧波舉辦 20多年來 論壇促進了兩地 在經濟 教育 人才 現代服務業等多個領域的 緊密合作 成為寧波和香港 協同發展的重要平台 如今 眾多寧波邦人士 曾經離鄉軟航的內河小港 已經越聚世界第一大港 由寧波邦轉字建設的寧波大學 也成為全國最年輕的 雙一流建設高校 兩地各領域合作 前面開花 建成了共營 共榮的發展共同體 今日寧波已成為了 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150多個行業領袖 盡數從寧波有出 成為新一代 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寧波商人生意變成全世界 他們都遵循著一條基本的原則 那就是具有主體意識 誠信意識 規範意識 這個也是寧波人走向世界 走向未來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基礎 寧波人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文化基礎 是陽明文化 一生都沒有涉足商業領域的 陽明先生 可能沒有料到500年後 自己會成為一大批商人的精神領袖 他的心思明說 智良知的思想 不僅拓展了商業文化的空間 也為商人立起了道德標杆 這是寧波幫崛起的關鍵 也是構建寧波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支撐 張揚個性的割頭精神 知行合約的物色精神 心與之上的誠信精神 這個已經成為寧波過去 今天和將來發展的一個最基本的 一個文化的內應 每個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歷史 陽明文化早已融入 每個寧波人的血脈基因 構成了寧波這座城市的人文底色 而百年風雲的商邦文化 則讓這座城市多了一份 是獨有而耐人尋味的記憶 虛偽的飛往 到了今天並沒有成為歷史 我希望中國寧波一號 幫寧波走到全世界